錢出去卻收不回來 實在很無奈 Rick要控訴的是一家親子餐廳的老闆 兩人有股份上的糾紛 老闆欠了他27萬元 Rick說不只是他身邊幾名朋友 也被老闆欠錢 金額到了十幾二十萬的都有 但老闆不只在外跟其他人 有金錢借貸糾紛 連餐廳的顧客也受到影響 這一間被投訴的餐廳 就位於新北市的林口 可以看到鐵卷門現在已經拉下 沒有在做生意了 但是顧客就投訴說 這個餐廳收了定金 但後來沒辦法用餐 這個定金也沒有還他 老闆跟老闆娘就這樣子消失了 林口臉書社團出現一篇巡人貼文 發問者提到了 親子餐廳負責人 見了好幾千萬 有沒有人認識叫他們出來面對 還附上了業者的照片 下面有人留言說包廠付了五千塊定金 前一周臨時被取消 定金都沒有還 老闆娘說叫我們先付定金 結果後來又通知 因為整修要延期 定金到現在還沒退 老闆跟老闆娘用賴回覆訊息說真的過得很困難 餐廳才無法營運 如果在收定金當下業者就知道經營困難將停業卻依然收錢就可能觸犯 的話在截稿前都沒有接聽 到底是惡意捐款或是真的有財務困難 只能夠等到對付公堂才能釐清 TVBS新聞 林智雄 黃凱智 新北 創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